位置火炭站 对着这个是御龙山 这一条叫咬贝湾街 反而我不是限御龙山 这里已经建了豪宅 星海堤岸 名字越来越古怪 不认识 星海堤岸 好像转着太空 火炭站 作为我第一条走路 走这条咬贝湾街 我认识是没有东西看的 像是大右街的工厦 做个纪录 火炭一直都有个想法 很多区都想走 十八区 其实很多区我都走过 但有些区太远 感觉上都没有人提 我自己都没有特意去 我也想过几个想法 比如 马草山 武林 那些东西都会限 这些东西 应该是 是不是晋阳 那些东西 我不肯定 挺漂亮的 新的公屋 是否晋阳远 好像没有那么近 晋阳远 好像在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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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肯定 真的不熟 这条咬背 弯街 想弓下 但是很多人 今天三十多岁 有些风 好像想下雨 陆下雨 陆下雨 咦 懒得住 懒得住 不让客人 对 这里懒得住 对 有点帧懒得住 不让客人 每个人都在走 到处都是在供下 有些风 可能会陆下风 但风又不是很夸张 应该 正常吧 收音 可能会陆下雨 我会陆下雨 这里又会 对 又是那堆 很夸张 其实这个 升海堤岸 类似 海汇那堆的建筑群 很大 已经四栋 其实还在建 这里是地盘 可能是五、六栋 很重的 那么 黏着 浩宅 这里呢 很多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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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好像 好像 Megaboss 很夸张 那些 尺寸 那些 现在是傢俱 那些 但我感觉上 更大 哇 很大很大 只要买傢俱 我相信 火炭 就有这样的本钱 有这样的地方 可以容许 这样做 工厦 这样做 但是 入口 不知道在哪里 好 近一点 这个是什么 村 白了 但是 也很漂亮 看看我可以走进去 兜一圈 旁边的工厦 有时 都打开门 这些工厦 但是 我感觉上 就 很英俊 工厦 都没有 森浦缸 那些 都很残 有些位置 但是 整理得漂亮 OK 这里有一个 这样的位置 叫做 玉和苑 没有车 走过去 有个玉和苑 后面 有个大楼 吃海鲜 有几间餐厅 这里 有个大楼 中伟坪大楼 这位置 很奇怪 应该 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居屋还是什么 不知居屋还是什么 应该是居屋 它要入密码 那叫做 玉和苑 OK 居屋 它的样子 像公屋 但是 安全性 又是居屋 即居屋的样子 都锁掉了 就应该是居屋 居屋的安全性 是高一点 比公屋 公屋 即居屋的 公屋 就任你走 可以看看公屋 都分不了 其实如果你说我 这个 看过去 其实 和心目光差不多 找到一些东西 就是 Watson市中心 这里有一间 红色这个东西 很多大型货车 在这里 几多条街 都没有人走 很小猫 三四只 那种感觉 厚贝湾街 23号 玉和苑 牌子都挺漂亮的 都有一些私人屋 那种感觉 但是应该是居屋 来的 那就是要进入 我们旧式的居屋 那些居屋 一定不是这样的 自出自入 就是这样的 这一段 就 对面有些店 那些店 那些店 有些店 有些店 店 有些店 汇水甜蜜,吃甜品 但人流不算多 有些私房菜 吃东西也很方便,有些东西吃 但不知为何这么少人 可能今天是星期六,下班 如果上班时段一至五 因为公下有很多工人 有地盘有很多工人 可能平日便会爆 面房街 这么搞笑 面房街,打幻一条 应该是有些面厂 这条影片就欣赏一下公下 没有东西拍的 没有什么特别东西拍的 看看公下 租计间是18,000万 12,000元 792尺 所有人都偷計住公下 工作室 120至208尺 當然是犯法的,不過真的偷計,只有三千元 防火的東西可能會有些不同 346呎,5800元全包 來去水,小工作室,暗暗底的就不是 但是這個位置都容易出入,三四個字可以出回市區 旺角站,半個小時都可以 用來做工作室都不錯,這些就很殘忍 我相信有些人不是用來做工作室 有專題報道,總之有人查的,然後就說我用來工作 你放一張床在這裏也沒人知道 面房街,名字很特別 九龍很少見到這些街 九龍有很多以前的港督街 面房街 這些就比較像煙廠街那些 用地標去改名 繼續走,這條街都很長的 但是都可以拍到火炭的其中一面 無處不在的涼茶堡 無處不在的涼茶堡 反而是很好的家 反而是 他們裏面的廊廊夠大 其實像 如果你說公廈法 轉變成住宅 其實會很值錢 又變了真是豪宅 但是 也有的,公廈變成住宅 不過是政府批的 好像柴灣那棟 柴灣一出站的那棟 好像以前是前西宮下 現在變成住宅 有個小型的超市 人樓也不多 人樓也不多 這裡也有個進陽院 他用了12345 以阿山斯湖 是普通話來明明的 很漂亮 有些餐廳 應該是盡頭的 這段影片可能是拍不到的 隨拍到的 那裡就是最早隔離的地方 很多餐廳 小小間 很多小店 反而沒有什麼大店 大街也不在 很多這些工廠大廈 很多工廠大廈 很長的 這裏有些五金的工程公司 星期六可能不開了 電器 有地產 2600呎 近火車站 930萬 封山 有沒有這麼便宜 700呎 租10800元 這裏是便宜一點的 市區沒有這麼大 但這些是工廈來的 應該是工廈來的吧 封城1200呎 13000元 是工廈來的 工廈來的 工廈是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工廈的店 不過你要自己看上去 這間挺漂亮的 它製造成一個小屋 你看看 那些工廈的 工廈 哇 多深 你看 神經病 哇 走兩分鐘 走一分鐘 沒有一分鐘 沒有兩分鐘 一分鐘都要 你才可以走到 搭電梯 所以工廈很大 很搞笑 香港 例如你做事的地方 其實 當然要大 對吧 但你住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 都需要這麼大 現在是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那張貼越整越小 這張貼 有什麼看 這裏 有很多小小的食品 小小的 我覺得這裏做生意 也有趣 例如星期六日 就倒轉 收檔 有光時倉 這裏 即是星期六日 就要收檔 第一至五日 可能有些生意 倒轉做生意 這裏也是 有些小店 但今天就不開了 或者晚上才開 好 先看車 這裏是汽車衛首 這裏跟我們市區的汽車衛首 尺寸不同 這裏是大很多 可以放到兩層車 被人眼超超 拍了兩下 大快樂食堂 這裏有一間 就 都 沒什麼人 沒什麼人 老闆眼超超 看著我 看著我 異鄉人 今天就變成了外人 我想好日都不會有人來拍 基本上 這些片段真是獨家 很大 很棒 他們的功效很大 我比觀塘那些 觀塘那些 觀塘那些 都很小 基本上 觀塘那些 基本上 你那條開源道 你都不想進去 基本上 你看看我停車場 King size King size 拍不到他繁忙一面 也不想拍到 給我拍到 都很迫 這條街 可能 很繁忙 開源道 真是 你真是 你看是多好看 又是那些 你走路 你就覺得 挺好 你每走一步都想 嘩 很大的 出風機 冷氣機 這樣的東西 好大的 貨倉 獨家 我想沒有人會來拍攝 首先 沒有YouTuber會來拍攝 因為都沒有價值 他是獨家的影片來的 咦 公廈 公廈 裡面都很大 都不同 市區公廈 市區公廈 真是小 這條街 厲害 都有一些 兩間 特色的小店 都看著 每個職員都看著 看出來 挺有趣 這裏真的沒有人拍過 那些人都倒過來 好奇 你幹什麼 找到他了 中津陽商場 也走一會 一會兒 這條街 這條街 應該可以進去 因為是公屋 這條街 第一條隔離村 OK 我貝灣街 應該是盡頭 也挺有趣 雖然走一些工廠 開茶 都獎知識 有些位置 有好日也不會來 拍攝這麽多 多謝收看